... 號碼身見 我的髒話了 我的髒話了 我的髒話 哇 是大洋 今天又来到了我一个人旅行的日子 我其实蛮兴奋的 因为我好像已经很久没有自己这样出来了 先跟大家说这个开头 我好像已经录了大概有六遍 太久没有出来自己录了 然后这次选的是全台湾 唯一一个我还没有来过的县市 所以就是彰化 在这里 目前我的印象就是听说 彰化的肉圆很好吃 然后一定要吃 还有什么以前上课的时候有学过 义服二路三蒙甲 之后就完全没有印象 但就是因为不了解 所以我就想要一个人直接来这边 体验看看到底有什么有趣的 然后就想要自己挖掘看看 好 我错了 我其实在出发之前我就想说 不要穿太多衣服 因为就是来到彰化这边应该不会这么冷 然后我还看了很多次气象预报 结果我还是穿太多了 我现在超级热 我现在要去租机车 还有在火车站旁边就有机车还蛮方便 好啦 我已经租好我今天的机车 然后我这一次呢是在一个叫做欧欧二轮的地方租机车 你们会发现其实这个地方看起来不像是平常的那种租机车的店 它其实是一个杂货的店 所以然后他们是跟那个机车行是一起的 我想要问有没有什么推荐好吃的 好吃的 这个时间你可以去吃烘肉饭 烘肉饭吗 哪一家 阿全啦 阿全烘肉饭 你去现在很多人了 现在很多人吗 今天不是平日吗 平日应该没有很多人 也是会啦 也是会啦 阿我好像知道 应该是晚上去啦 他晚上现在有什么 耶诞城的灯光啦 八卦山也是啦 八卦山是不是听说什么情侣去一定会分手 不是啦 就是大活啦 那我先去吃烘肉饭 好 谢谢 感谢你们推荐 好啦 没有啦 我还是要回来拿我的手机 好多人喔 超多人的 好多喔 章话 第一餐 阿全烘肉饭 我要来吃 第一个先来吃他的烘肉 天哪 其实我真的是一个没有什么吃过的烘肉的人 我发现 太大了 有点夾不起来 嗯 好吃 又刚我在点的时候 我觉得想要比较Q的还是没有那么Q的 我刚才很担心 我就想说 那不要点Q的好了 因为我怕它还肥 这样满适中的 这问题是 朋友们要很爱吃肥肉 你点不Q的 我觉得是刚刚好 甜甜的 然后 它其实有点嚼劲这样子 然后跟那个皮一起吃 我觉得 它还蛮美好的 皮好好吃喔 它真的很好吃喔 然后它 大家看到这个小的空洞才差五块 然后其实这次点的是小的 可以五十块 带个虾仁碗汤 然后跟一个汤芹菜 总共加起来就九十 好好吃喔 好饱 饱到我现在 好想睡觉喔 我刚把我的餐具 小心留在桌上 然后就离开了 还好这个老板娘瞬间发现 对 真的很感谢 对不起 九十块吃这样真的超饱的 哇 想睡觉了 好了 我现在把机车停在这边 然后要去扇行车库 其实从控肉饭来到这边也才三分钟 我现在就是都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面移动 所以这里有个人行地下道 然后可以去扇行车库 阿金好美 好的 我发现我走返了 我刚才要往那 然后我刚从那边回过来 怎么 走错了 我 我要回去 原来我刚停车的地方旁边就是 山西车岛的入口 但是因为它一点才开 然后现在是大概十六点五十三分左右 所以我刚才没发现 然后现在这边门口 已经有一些人在等待了 昆岛还有多绕了一个路 这个地方其实很酷 就是它会叫扇行车库的原因 就是你可以看到中间这边有一个很大圆盘 然后中间还有一个这个轨道 就是其实它的火车头 会从那边这样进来 开进来之后呢 然后它就会进去它的自己的家 然后就把一个一个火车子都这样放进去 可是很像是那个火车的旅馆 然后就一个一个就是回到自己的位置里面的 这边好像是彰化一个还蛮有名的古迹 就是从日据时代遗留下来的 然后还可以在这边看到一些蒸汽火车 就是听说只要是火车迷的话 就一定要来这边看一下 来这边就是天气还蛮舒服的 我刚刚站在上面就觉得风凉凉的 然后看这个风景 然后看着火车 就觉得心情蛮好的 我刚才有查有一个扇形车库豆花 然后我要去吃 Go 豆花 啊 烙烙 喔 好烙 超热的 天啊 我没有想到 12月底会这么热 我来路边吃豆花 嗯 得救了 好吃 其实我之前 就有看到网络上有个票选说 就是台湾旅游最冷门的四个城市 就是云林 桃园 苗栗跟彰化 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只要看到这种排名 反而会让我就是更想要去这些地方 因为我觉得就是每个城市 每个地方都一定有它最有趣 然后最有特色的地方 只是就需要大家去挖掘 而且反而因为没有那么多人去 所以你就不用一直跟人家人挤人 然后你就会觉得 更能够享受那种在当地的感觉 我这样来其实我只有定住宿 其他所有行程我都想说 到现场再问问大家 然后再解定 就是走一个 随省然后享受旅行的意外的一个路线 好好吃喔 我发现这里有个很Q的事情 就是这边的路上 都会有狗脚印耶 好特别喔 这家地实实在是太可爱啦 这是太安静了 不管打电话 太可爱了 这边的文具超可爱的 对啊 你们看就是之前的哈利波特他们 就是电影里面他们在寄那个文件的时候 不是都会用那个辣油 然后加热之后再压下去用那个印章吗 这边也有 哇 这边全部都是拼图 就是这种桶装的拼图 然后它有超级无敌多种 然后还有这种花的 好美喔 来到这边会有一种 想要过一种很精致的生活的感觉 就觉得其实我以前就还蛮向往那种 就是有一个小杂技 然后可以就是记录自己的人生 然后可能剪贴一些东西在上面 我觉得这间店太可爱了 而且我觉得 如果想要买礼物给朋友 尤其是女生来这边买就对 那东西真的很精致 很可爱 在这个店里面逛的感觉很开心 太可爱了 太可怕了 我是用尽我的洪荒之力 然后才努力 就是没有买太多东西 我觉得这家店实在是太好逛了 天呐 整个少女心打爆炸 我已经买了一个水彩本 它是火焰的 所以我旅行的时候也可以用这样 我还买了神动明信片 就跟上次去台南一样 就是大家如果看完这个影片呢 有想要收到我的明信片 你们可以在留言底下跟我说 就是留一段话 然后我可以用这个 可以用明信片再回复你们 那图案我就先不公开 宣布给你们看 反正就是你们有想要的话 再跟我说 到时候影片出来之后 再寄过去给你们 然后买了一个这个 对 其实这个 我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就很想要买 就是我刚说的那个 疯辣脏的 到时候就是我寄给你们的明信片 上面呢也会有这个辣 好可爱喔 好喜欢喔 好可怕 我要赶快离开了 这家店不能久留 我要走了 好啦我刚刚有在IG的限度问大家说 彰化到底有什么好吃的呢 除了肉圆跟控肉饭以外 好吗 因为我知道大家一定会狂讲这两个 但我想要听听看别的 然后就有人回说 什么没有肉圆跟控肉饭 我就不知道要推荐什么了 好啦但是呢除了这两个之外 另外一个超级多人推荐的就是这个 它叫做谷越管糯米炸 听起来是有点像是北塘柜之类的东西吗 感觉很好吃 先去吃吃看 我想点一份 我可以放里面吗 这边 谢谢 拜拜 闻起来超级香的 就闻起来味道很像炸麻糬的感觉 我要在路上路边直接趁热开吃 好好吃喔 它吃起来其实有点像是爆米花 快要烤焦的味道 就它有一点的那个焦香 是很香的 然后你咬下去的瞬间 它其实会一半是脆的 但是它又不是那种真的会卡那种 它就是就是有点化开在你嘴 但又有点是脆的 嗯 然后外面裹这个 应该是花生粉吧 它有点糖 它整个融化在你嘴巴里了 好好吃喔 它里面是有点QQ的 但是它外面是就是像我刚刚讲的 它就是一半脆一半 一半会融化的那种 我觉得一个人吃一份不够 可是因为还想留一点味 等一下晚餐才可以吃 不然我应该去直接买个两份 我的天啊 好好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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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现在吃完糯米炸了 然后现在我要离开 张浩泡车站附近 然后我要去鹿港老街 然后我刚才发现鹿港老街 才营业到6点 现在有半个小时的车程 就先过去吧 暂停一下 这次的影片呢 其实是受到中华电信的邀请 他们举办了 有故事的台湾 网络影片针见比赛 他们希望让更多人去挖掘 还有看到台湾的美 每次都有人说什么 台湾小小的 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 其实呢只是缺少大家去找寻跟看见的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旅行的人 或者是你喜欢用你的镜头 去记录人文故事啊 或者在旅途中遇到的种种 你可以拿出你的手机 不限档案格式 录制3到10分钟的创意影片 你就可以参加有故事的台湾 网络影片针见比赛 他们每个月都会有个10万元的奖金 而且总奖金高达128万元 比赛的时间呢 是2021年的12月到2022年的7月 每个月都会有个不同的主题 然后让大众去评分 大家如果想知道更详细的活动办法呢 都可以到他们的官网 我可以放在资讯栏 就这样 到鹿岡老街了 一进来之后 就有个阿公香肠就在入口的地方 然后刚刚还蛮多人在那边 我就想说我也吃一个好了 好好好 遇到观众 我坐在旁边吃香肠被抓到 你们在环岛喔 对了在环岛 其实鸡是在环岛 因为它其实算是鄰家少女 然后我是那种 壞壞男 我壞壞男 他到处爬百岳 然后到处环岛那一种 他认识我之后 有很多不一样性的体验 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 然后他也从我身上 体验到很多不一样的食物 现在是在放伞吗 怎么突然 一个情侣宣言这样 我一个人 一个人 然后年底的时候 自己在鹿岗老街 然后什么都关了 在这边走 突然觉得很凄凉 什么都关了啦 好啦 因为鹿岗老街差不多关了 所以我现在就 先来到我住宿的地方 就在鹿岗老街的旁边 走路就走得到的地方 然后也是在像这种小巷子里面 这边的墙壁很多都是那种 比较以前的时代的那种 红砖头的建筑 到了 大家 我现在已经 你们可以看到 我已经被那个民宿的床所吸引 现在已经陷入了一个交战 没有办法 从这边离开啊 我也不是故意的 可是这个床把我吸住了 怎么办啊各位 那来带你们看一下这个民宿 其实还蛮可爱的 这个我住的是女子背包 这边有很多上下铺这样子 那个门帘是用那种客家花布 包含就是什么睡还是什么加一加 我这边住一天是七百四 然后刚刚有跟那个民宿的店员问一下说 有什么好逛的 等一下去逛一逛 这边是洗衣服区 然后洗澡区 然后这边是厕所 我刚刚有跟那个管家聊过啊 然后他就说 这个背包客栈的团队啊 就是原本就是在改造老房子 还有另外一间酒吧 也是老房子改造而成的 所以你走进来的时候 会看到 就它可能完全保留原本墙壁斑驳 你看像这边这样斑驳的原本的样子 你会看到很多就是 就是原始的红色砖块的那个造型 你会看到就是那个 直接一整片那种老式的窗户 然后另外有点像是那种 一大片旧的那种教室里面的黑板 然后他们就是把它挂在那边 所以你走进来的时候 其实你会觉得很酷 就有点走到历史里面的感觉 对 就是他们真的有还蛮完整的保留 这个建筑原本的样子 但是呢还是 是一个很适宜居住的感觉 就是你不会觉得可能什么很潮湿啊 或者是很破旧还是什么 不会 你会觉得它很有一个风格 对 所以其实住进来的感觉是蛮舒服的 蛮喜欢的 就会觉得跟住在民宿是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的感觉 虽然这是北包客栈 但你真的会有一种就是 就是住进当地人的生活里面的感觉 对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欸 你说它叫什么胖子 胖子 直接翘起来了 胖子 好人类 怎么可以不拍 刚刚管家跟我说有一间叫做北投渔村的地方 今天应该有开 不然那以后也不知道要去哪里 就去一下吧 感觉是一间蛮酷的酒吧 各位少女们就算台湾非常安全 但是呢 我晚上如果自己出来 我还是会随身攜带我的仿然喷雾 女生自己出来要小心 OK 这什么称呼 我叫阿的 阿良 有推荐的吗 就我们这边主要是创一条酒 主要是用鹿港的一些在地有处去做创作 我自己比较喜欢喝美酒型 所以我调的大部分是属于奶奶的 基本上这些的酒感都不会太重 除了就是最后一支 你今天有预计要喝几杯吗 一杯吧 就不要太 因为我还要走回去欸 那不然我就推荐这一支默默跟你 好 红色的点都算是我们修的老屋 然后再重新活化 很多欸 我们目前在鹿港修了三四十栋左右 这几栋是它有让我们做使用的老屋 我们最近有在整理 一定要一栋在隔壁 之后也可能是包栋树 它就是也是老屋盖 然后它里面就有展示 蛮多屋主的收藏的营物 好 下次见咯 好下次见 我昨日的室友 嗯对 拜拜 好拜拜 拜拜 再次见 早安大家 我现在呢要去鹿港老街 其实鹿港老街 差不多是晚上十点会开始的 然后就是昨天那个室友有跟我说 就是可以在开始之前先去看看 因为他说那边就是摊贩一出来之后 就会变得很拥挤然后很热闹 尤其是当地人好像最喜欢的是 就是老街没有营业的样子 就是晚上或者是还没开始之前 因为他说可以看到 就是旁边建筑最原始的样子 因为我今天中午12点要还车 所以我应该就是逛完老街 然后我就回火车站吃个咚咚 然后今天就差不多到这样了 其实这边老街卖东西主要还是比较拼观光客 但我觉得中午一个观客 就是其实来这边 就我可能也没有买什么东西 但是你就走在这个老街之中 其实那感觉还蛮好的 看起来好好吃 好爽 可是那种排式章鱼烧的感觉 好好吃喔 因为我本身就是很爱吃葱蛋的 我觉得如果住这边的话 早上真的蛮适合来 如果老街走走看看 因为我觉得吃的东西还蛮多的 然后也算是有蛮多小店可以逛 应该是可以花一整个早上在这里 好喜欢喔 那以前我也算是大家在我IG先动里面 回复最多的其中之一 然后我觉得还不错吃 但是就可能 比较不是我会特别 为了这个美食 会想要跑来这边吃的那一种 但是如果有住附近的话 我会觉得想要来吃这样 它其实我觉得 其实还是蛮像蚵仔米刷 但没有蚵仔的那个味道的那个感觉 还不错啊 我觉得 我现在已经回到火车站这附近 然后呢 我就要来吃我在章号的最后一餐 就是我点了肉圆 我刚移到的时候 我其实一度很紧张 因为排的人超级无敌多 然后还有分外带跟内用 然后我最后想了很久 想说内用真的拍太长了 然后我就点了外带 对 可是我听说呢 就是这个肉圆因为是炸的嘛 所以它一定要赶快吃 否则就会变得没有那么好吃 所以我就赶快在旁边 现在找了个地方 想要在路边就先吃一吃 给大家看一下 喔 这个炸的肉圆是长这个样子的 哇塞 看起来超好吃 喔好脆喔 它整个是脆的 听得到吗 好了 来开吃 喔 期待已久了 阿山肉圆 嗯 嗯 嗯 超好吃 其实原口其 因为它其实大份的肉圆是有加干贝 100块一份 但是呢 卖完了 所以我都有吃到小份的 然后它里面现在也可以看到它是包 有肉 然后里面还有一颗蛋 那个酱就是甜甜的 还满综合那个口味的 然后脆脆的口感真的是它的精髓耶 嗯 它的面皮炸的超好吃 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 咬下去的瞬间 因为它里面的肉非常的Q彈 然后它的皮又是很脆的 吃下去就是这样一整口 然后就很爽快 然后加上那个甜甜的酱 搭配起来 我觉得非常的完美 阿家 来到了跟开头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现在已经回到了彰化火车站 因为呢 我这次的一个人旅行 已经到达了卫生 就我再算了一下 我这趟来 其实在彰化刚好待了24个小时 听起来好像没有很长的时间 可是对我来说 第一次来我觉得我已经 觉得自己真的有对彰化有多了解一点点 其实我觉得是因为我住在那个背包客栈 还有我昨天去那个酒吧 然后有跟一些就是在这边工作人聊天啊之后 就有听到一些他们的故事 还有就是他们可能跟我介绍 他们眼中所看到的彰化 但下次来的话 就是希望可以待时间稍微长一点 因为感觉彰化这边 其实是需要一个长时间 停留在这边 才能去感受这边生活的一个地方 反正大概是我自己听的体悟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这次的影片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我从头到尾 全部的画面都是用手机拍摄的 如果呢你刚好喜欢旅行 然后喜欢用镜头去记录人文的故事啊 还有一些风景 还有你旅程中发生的一些事情 这个比赛就推荐给你 希望大家也喜欢这次的影片 可以给你一些就是拍摄比赛影片的灵感 下次大家还想要看我去哪里旅行吗 如果有的话 你们可以在留言底下跟我说 目前台湾我还没去过的地方 应该就剩金门跟蓝羽 但是就算是去过的地方 其实永远都去不完 还有很多很多角落等着我去挖掘 所以就记得在留言底下跟我说 然后你们想要了解比赛的话呢 记得去资讯栏就在下面 祝大家如果有参加这个比赛的话呢 就祝你们重大节奏 总之呢我要回台北了 就是大家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呢 别忘记把我按再留一个分享 谢谢大家不要按小叮当 我是GD 那是iPhone不要画画画的喜欢唱歌 Gina 我要去跨年了 祝大家新年快乐 那我们就 对我们就2022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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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